大家新年好,我是Lily,今天是元旦,祝大家新年快樂,萬事如意,恭喜,恭喜。 今天的嘉賓是國際人權理事,中國問題專家吳文欣先生,吳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趁這個新年,我祝大家新年快樂,在2024年萬事如意。 是,近日九名高級將領被扮演全國人大代表職務,在中共過去數十年內非常罕見, 亨被習近平上台之後,針對江派軍頭、郭伯雄、徐才厚為首的清洗, 但是最新被扮演的這批人,都是習近平親自提拔起來的,吳先生,怎麼看? 我以前講過,最近這個時候,習近平有些陣腳大亂,陣腳大亂, 你知道古代打仗的時候,你要擺放你的方陣,他現在是經常舉旗不定, 還有那些旗放在這裡的時候,他又擔心會出事,又換旗,又換旗, 這些叫做陣腳大亂,其實共產黨都是可以說運氣好, 為什麼呢?因為這個世界沒有人想去攻打中國大陸, 人人都只是要防衛中共攻擊他們,但是沒有人主動去攻擊, 其實如果有一個敵國,如果真的好像共產黨那樣說的,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如果真的這樣的話,美國可以今天就開仗, 因為你陣腳大亂,你怎麼打?連誰是司令員都不知道, 還是你的王牌軍火箭軍,其實真的是美國手下流程, 兩個月沒有司令,兩個月是江頭司令,不止兩個月, 李玉超應該傳出來,應該是七月份,七月底傳出來的, 所以八月、九月、十月、十月、十月、五個月, 就是第一次有所謂謠言傳出來,應該是七月底, 即是說,又一次證明,很多謠言是遙遙領先的語言, 是啊,很多謠言都是真實的, 最近這些大謠言,每個後來都證實是真實的, 秦剛,每個開始都沒有人相信,結果是證實了,是遙遙領先的語言, 李上福國防部長,李玉超,火箭軍司令員,聽說, 火箭軍是共軍的王牌,他一共炒了七十幾個高級將領, 和整個解放軍有三個上將, 對不起,其中一個就是李玉超, 哇,大哥,一個國家的軍隊沒有多少個上將, 上將是很高級的, 炒了三個,你怎麼去打仗, 所以在這麽樣,還在講人家怎麼, 啊,阿習和哪個呢,和蒲京我們一起搞定, 百年大變局,他的所謂百年大建局是什麽呢? 就是,由現在開始,和俄羅斯的蒲京一起, 聯手去稱霸世界,這些叫做百年變局, 因為大家知道共產黨在1949年內部 就已經有一個所謂戰略上的目標決定了 在100年之內中共要稱霸世界 那麼1949年、18年就是到2049年 我們現在是2024年 還有20多年 還有25年就要稱霸世界 它不是說要等到2049年才稱霸世界 是9年之前 我上一次提到 大家可以看一本書叫做《百年馬拉松》 一個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Michael Pittsburgh 寫的書 非常精彩 它是一個中國問題專家 它懂得說中文 還說得好 美國人 還有經驗豐富的一個資深 美國政府的資深顧問 這本書叫做《一百年的馬拉松》 然後下一個小標題就是中共如何要排斥美國 而稱霸世界 這本書說得非常非常精彩 很多內幕的東西 非常 總之 大家也知道這是他們的夢想 習叫做中國夢 但是這個夢是很難實現的 我都說了 真的是共產黨好運 如果美國是一個 好像他們說的那些 野心那麼大 和侵略性那麼強的國家 美帝亡 我之心不死 美國真的可以現在發動對共產黨全面進攻 如果是它要 你震腳大亂的時候 你怎麼跟人打仗 唉 真是 說笑話 所以這個 現在軍隊出現的情況 大家可以問是為什麼 我個人的看法是很簡單的 我沒有那麼多 我又不是什麼預言家 我一直都是這樣說 自從習上台 開始是搞那些反腐 大小老虎也有打 很多人落馬 當時主要都是打落馬的 是民官 好像柏熙來 周永康 徐才厚那些民官 徐才厚不是民官的 都是軍委的副主席 但都不算是正式軍隊裡面的軍官 後來他改組共軍 將他由15個軍區改成5個戰區 那時候又將一大幫軍頭撤換了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論他對民官對武官的清洗 是肯定會造成極大的不滿 肯定的 還有他這樣大規模去清洗的時候 肯定其他那些仍然坐在位置上的人 旺旺不可蹤人 大家想一下 我原本的老同事 被他判了17年 這個同事又沒有了 又被他判了不知多少年 無期復刑 什麼都有 他們很多這些人 心裡面知道 如果有一天 習認為我都不是很忠誠的 可能就會輪到我 所以我就說 我為什麼說現在大陸是充滿揚奉陰慧之人 或者共產黨的時候叫做兩面人 習自己都說 不可以做兩面人 你越是叫得多 不可以做兩面人 就說明你兩面人很多 你周圍很多兩面人 說明他領教過那些兩面人的驚奇的痛苦 所以他要反對兩面人 我就叫他做楓陰慧之人 很簡單 所以我都說了 習領導之下 他下面那些手下 不論是民官還是武官 是越來越陽鋒 越來越陰慧 表面上個個都唱 習怎麼厲害 我們要高舉習思想 什麼旗次 紅旗 大家都唱 唱得很響 但是同時他們會因為 就是說很多很多 表面上捧習的人 其實是在秘密 一直在計劃 怎樣弄低你習 但是不容易 非常危險 我個人覺得 秦剛也好 李尚福也好 有些人說他們之所以被捉 被關押 被罷免 是因為他們親美 我不相信是唯一的原因 絕對不會是 其實親不親美根本不是一個主要問題 主要問題是 習覺得他們對習不忠 為什麼這些事情發生在七月之後呢 這個是和有人 有共產黨或共軍內部的高層人 向美國洩露情報 這個事情是導火線來的 長期的原因就是 習常怕有人要弄鬼他 有人要報復他 怕兵變 怕政變 怕暗殺 他最怕就是兵變 因為軍人有槍 黨指揮槍 但當槍不聽說的話 他就很害怕了 槍不聽說的話 第一個被人瞄準的就是黨魁 所以就是習慣了 所以他很害怕 所以我覺得不是什麼親不親的 其實主要是兩個原因 我覺得 一個就是很討厭習習 要弄低他 但一定要很秘密 第二個是什麼呢 怕死 怕戰 因為他們知道 尤其是高層的 他們會直接和習談過的 因為習和他們談的時候 說明我們要準備打仗的 不是說笑的 這些軍頭 他們都有妻兒子女 他們都不想死的 還有李尚福也好 秦剛也好 李玉柱也好 每個人都享受了功名利錄 很留戀的 所謂的幸福生活 他覺得 我不想死啊 大哥 最壞的是什麼呢 他們心知肚明 打不過美國的 那幫人 好像秦剛 李尚福那些人 不會相信 好像老百姓被他們欺騙那些宣傳的 他們自己搞宣傳 即是 講大的話的人 是自己永遠不會相信自己的謊話的 是吧 所以他根本就不相信的 什麼東西 西港 什麼現在我們解放軍怎麼強大呢 他心知肚明 我們是比以前強大了 但是遠遠沒有超過美國 因為美國也不是睡覺的 他的軍隊也強大了 另外人家是新經百戰的軍隊 還有打仗是需要錢的 你千萬不要聽共產的宣傳 我們現在錢多少 第一 他們錢已經比以前少了很多 第二 即使十年前他很多錢的時候 遠遠比不上美國的財富 美國動不動 有一支航空母艦 花了133億美元去做的航空母艦 那支航空母艦好像叫福特式 最先進的美國航空母艦 和你中共最先進的福建號 天淵之別 可能是有20年的技術差距 你怎麼跟他們打 軍事專家都說 航空母艦是一個 就是稱霸世界的必經之路 你沒有一個強大的海軍 而海軍最強的地方 就是那個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只有一直船 是成對船的 很厲害的 就是一個大機場可以全世界到處走 隨時起飛 隨時發火箭 什麼都行 所以美國的航空母艦能夠放到 給你中共的航空母艦 多兩倍的飛機 為什麼呢 因為人家的技術很厲害 人家有飛機可以直接升降的 不需要那麼遠的 那麼長的跑道 即使需要跑道 它有那些用電池的彈式起飛機 跑道很短 你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 要留了很多空位給你跑道用 所以就放不了很多飛機 那怎麼跟別人打仗呢 人家的飛機本身每一隻都比你厲害很多 人家的F-35 對中共那些什麼殲20 在技術上是望塵莫及的 所以根本就沒辦法打 所以這幫軍頭 唉 太明白了 所以他們不想打仗 那麼習越是逼他們要打仗 他們這幫人越討習習 最後呢 可能 有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 是什麼呢 俄羅斯的特務 大家要知道 俄羅斯 普京和習 他們互相是身為鬼胎的 表面上 你好 我好 大家什麼盟友 什麼無上限的合作 說得好聽 大家做人 我們一定要清其言而觀其行 其實俄羅斯共產黨 一直是對中共全有戒心的 所以俄羅斯的特務呢 不只是派去美國 西歐 做間諜工作 他們都有大量的特務 在中國大陸做間諜 或者在中國以外對付中共的官員 進行特務工作 所以很可能 這次俄羅斯發現這幫人不忠於阿習 通水給阿習 因為他們正在合作 合作可以通水 所以 阿習之所以這麼害怕 就是這樣 大家要知道 所有這些被他解僱的 全部是阿習親自 安插在軍隊裡面的人 李尚福也好 包括秦剛 外交部 還有李尚福那幫人 全部是阿習親自 安插在軍隊裡面 那你想一下 他當然是主張自己的親信 你最靠近你的親信 你都信不過 你怎樣打仗 怎樣打贏仗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阿習是很害怕的 他現在是陣腳大亂 廣東人說 前頭怕鬼 船尾怕賊 這個就是阿習的心態 前面怕有鬼來 或者前面怕有賊 後面怕有鬼來 這個就是他的心態 都挺慘的 我想他的身體健康都會出現問題 因為當一個人在恐懼心的壓力之下來做人 是很損身體的 所以我也都勸大家 你們千萬不要這樣 恐懼心是對人的健康 是一個極大的損害的原因來的 所以有些人現在已經有謠言傳出來 說阿習的身體出了大毛病 這個非常有可能 我現在講得離題了 是 不要緊 因為大家都喜歡聽的 是的 下一個問題就是中共軍方 兩大全民得到確認了 國防部長職位延空兩個月之後 就由前海軍司令員上將董軍接任的 董軍去年3月份升海軍副司令 8月升海軍輸令的 今年12月就幫了國防部長 是很快的三級跳了 是不得已的選擇 吳欣怎麼看? 我個人覺得不是完全逼不得已的選擇 當然 吳欣是想請一個她的親信 但是聽說這個董軍 他不是阿習的特別的親信 但也不是一個反習派的人 目前我們還沒有完全了解 最起碼她不是被認為是阿習的人 也不是被認為是反習的人 那我個人覺得呢 是阿習呢 在軍隊裏面找很多人 考慮過很多候選人 你做這個國防部長 他先考慮的是他自己的親信 但是親信裏面一個個看完沒有一個特力 就是太離譜 太離譜 另外呢 為什麼這麼難找人呢 以前呢 以前呢 很多國防部長以前是當過兵的 主要是陸軍那邊來的 但是這次是破例的 這個董軍是海軍來的 很少海軍的軍頭做了國防部長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阿習認為 阿習已經下定決心 要攻打台灣 以及霸佔南中國海的航道 這兩件事情 進攻台灣和霸佔南中國海的通道 都是海軍的事 你陸軍沒有用的 因為是海上的 台灣海峽是海 南中國海也是海 還是更大的海 深海 所以 所以 這個呢 我覺得是 就是 透露了他的心態 他是想打仗 我這個是 我的 我的 我的講法一直都是這樣 我現在仍然是堅持這個講法 就是 阿習已經下定決心 他只是沒有定了一個時間 時間表沒有定 但是攻打台灣 以及霸凌南中國海 這個是他已經定下來的策略 所以 他一定需要一個相對比較強大的海軍 來做這件事 所以 國防部長呢 如果他是海軍來的 就更加適用了 明白嗎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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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2024年 這個 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 將成為壓襲 認為是最重要的 對外的 一個 一個環節 那麼 他需要一個國防部長 來 釋海軍的 因為這個 這個 跟美國是 無可避免會發生衝突的 兩件事 你要霸凌台灣海峽 要攻打台灣 美國肯定不會就手澎湊 很多人說 哎呀 美國人不會 不會犧牲自己去保護台灣 不對 你這樣說 他不是 他不是完全 是為了台灣而打仗 他打仗 他是 保護台灣 但是他保護台灣裡面 包含了他保護自己 為什麼我這樣說 很多人都沒有想過 為什麼 這個共產黨成下 曹先生說要武統台灣 他們自己說 我們要統一 中國大業 愛國主義精神 台灣我們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 第一 台灣從來未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過 根本就不存在這個修復的問題 第二 你口口聲聲說你怎樣愛國 怎樣保衛你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 那你共產黨 為什麼把我們東北 這個前西 蘇聯西伯利亞 這個最東部 那一大塊地 很大的地 那個塊地是相當於 24個台灣 一直都是屬於中國的 用共產黨的話 自古以來 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 後來 共產黨就說後來 因為清朝的時候 俄羅斯帝國主義 俄國殺王 強迫滿清政府簽了一個不平等條約 我們是否認的 不認的 說得很好聽 那列寧曾經說過 和毛澤東說 我革命成功 當時他還在搞十月革命 還未成功 他說我們十月革命成功之後 社會主義的蘇聯兄弟國 將會把這塊土地歸還給中國 如果你當時 也是將中國 變成共產黨統治的國家 他是這樣答應的 後來 毛澤東真是 將中國大陸統治了 但是 阿列寧好像很沒有記性 不記得他答應的東西 那一路 這塊大土地 是沒有正式簽任何合同 只是那個所謂 不平等條約 就是沙宏 和國的沙宏 強迫當時的滿清政府 但是在江澤民時代 俄羅斯當時的總統叫做葉利欣 要求江澤民簽一個合約 這個合約是甚麼 是中方要承諾這塊土地 永遠屬於俄羅斯 你共產黨這麼愛國 為了你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 不惜一致 說得很好聽 為甚麼你將一個給台灣大24倍的 原本是中國的領土 原本是你講法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你做拱手相鋒 所以他們要打台灣 絕對不是因為他們說的 神聖不可侵犯的中國領土 是另有企圖 唯一的企圖就是要稱霸世界 稱霸世界有很多地方要做的 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 我們台灣現在是世界芯片技術的第一國家 它生產出來的芯片是最先進的 當然是靠美國的技術 但是它確實生產得最厲害的芯片 都是台灣來的 這個是由於美國的制裁 現在大陸很多包括華為 都叫苦連天買不到這些台灣生產的 如果我們佔領了台灣 那就沒有問題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不是所有的原因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台灣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位置 因為有一個所謂 中文叫做島嶼鏈 Irland Chain 賭罪園 賭罪鏈 賭罪鏈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防範 中共向外擴張的一個無形的聯盟 從日本開始到南韓 到臺灣 到沖縣 到沖縫 到沖縣 從沖縣 來到台灣 在菲律賓 全部是親美的 全部是親美的 所以這些所有這些親美國家 都不會隨便給中共的海軍 出去太平洋 因為出太平洋 你要在日本附近出去 或者南韓附近出去 或者是沖繩島 或者是台灣 或者是菲律賓 所有這些都是美國親美的國家 還有容許美國在那裡建立軍事基地 台灣還沒有美國軍事基地 但是已經完全是跟美國可以說是結盟的 美國的一個台灣關係法 是不會保護台灣的 所以台灣是它的眼中釘 所以共產黨想 如果我們能夠攻下台灣 我們的海軍以後就可以建立在台灣東部的海軍基地 包括潛艇基地 如果我們成功這樣做之後 我們要出去太平洋 一路開到美國的加州 就暢通無阻 現在不行 現在很難 現在一定要在那些海峽 台灣與菲律賓之間的 那個靶屍海峽那裡出去才行 菲律賓和台灣都有人有軍事力量在那裡盯著這個海峽 很麻煩 所以這個是另外它要佔領台灣 就等於攻破了你的賭罪鏈的方法 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更加深遠的原因 就是共產黨很害怕中國人要更多民主 更多人權 更多自由 而大家都知道台灣是亞洲可以說最民主 最有人權 最自由的國家之一 甚至可能真的是第一名 我想不到有多少個亞洲國家可以和台灣比的 不單單是經濟繁榮發達 還是有非常好的法治 有非常好的人權的保護和自由 這些更加深遠 因為共產黨是分不著膠的 因為它經常說 西方那些人權是不合適我們中國人的 我們中華民族有自己的人權的定義 它這些這樣的謊言 人家一看台灣 台灣從文化角度和民族角度都是中國人 都是自古以來受中國文化分圖的人 他們完全沒有問題 接受所謂西方定義的人權 他們生活得很好 所謂西方的民主 他們很好 大家都很滿意 個個都 香港人現在淪陷了給中共之後 很多人要逃走 他們去哪裡 去台灣 所以他們很害怕這裡的 他們很害怕大陸的港大民眾知道 哇 原來台灣比我們好很多 經濟比我們更加發達 他們的GDP是我們大陸人的三倍 人均GDP是大陸的三倍 他們的政治是非常講道理的 保護人權的 給老百姓很多民自由的 所以這三大原因是 真正共產黨要攻下台灣的原因 台灣之所以成為他們的眼中釘 就是這三個原因 一個是拿他的技術 生平的技術 因為有戰略意義 一個就是攻破 防止共黨向外擴張的倒序鏈 第三個是要消滅一個中國人 一個華人世界 而非常成功的民主 人權 自由 法治國家 所以這些是三大原因 他一定要打人 所以他可以放在西伯利亞那裡 給台灣大24倍的土地 但是他宣傳說他為了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台灣 全部是出油的 真正的原因就是他自己很害怕 他自己很害怕 長遠來說 台灣會影響大陸的人 大陸的人知道真相之後 沒有人再聽共產黨的指定 這些是真正的原因 是 是的 但是習他知道是打的時候 他是打不承認的 或者他一打他會死的 即是共產黨已經會消滅的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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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什麽呢 因爲習他以為 我想習不是笨到以為可以整低美國 我想他沒有那麽笨 他知道跟美國全面開戰的話 是肯定沒有可能贏的 絕對沒有可能 習都明白 他的軍頭更加明白 但是 我想習的想法是什麽 OK 美國航空母艦比我們厲害很多 強很多 美國軍隊比我們強很多 但是 我不是在全球和他打仗 我只是在台灣 那麽你再多航空母艦 你都不可以湧入去台灣海峽的 你有七個航空艦隊 那麽你最多就派一個兩個來 但是 台灣很近我 我可以派很多船 我不斷 我可以不斷有人力物力的供應 因為我太近了 你美國是遠水難救近火 他是這樣想的 所以他認為 跟美國全面開戰是不可能贏的 但是局部 即是控制台灣海峽 局部開戰是有贏的可能的 但是我希望他們明白 戰爭有戰爭的所謂的邏輯 你以為局部開戰 但是局部戰爭很容易會蔓延成 不是局部的 是那個局部會讓你擴張 是吧 你攻打台灣 你認為 台灣這塊小地方 你美國再多軍隊都沒有辦法進來 但是不是 日本講過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會是第一個出兵之前 台灣 甚至 會主動和台灣一起 襲擊 在大陸攻打台灣的軍事基地 因為福建也好 這個什麼 浙江也好 甚至廣東省也好 都有很多軍事基地 是用來對付台灣的 尤其是福建 大家都知道 以攻為守是很平常的軍事的策略 是吧 我不會坐在那裡 等你的飛彈飛到台灣上空 才打下去 不是啊 我台灣也好 日本也好 甚至後面有美國支持 當你 當你中共已經發動了對台灣的進攻 那它就不怕有世界輿論對它不利了 因為你 你先是發動戰爭的嘛 那在美國的支持下 日本台灣都會 以攻為守 發導彈去摧毀你 攻打台灣的軍事基地 那這個就不是一個局部戰爭了 因為戰爭很快就 從台灣上空間 蔓延到整個中國 東南沿海 和日本 甚至南韓都會加入 那是菲律賓等等 越搞越大 所以不是那麽簡單 不是他那麽如意宣布的嘛 所以為什麽美國呢 已經多次聲言 他們不會袖手 旁觀 就是希望呢 嚇了你壓襲 讓你不敢開張 現在美國的很多做法是什麽 是要搞到你不敢開張 所以他們為什麽將那個火箭軍 那些機密 他們拿到的機密 其中一大部份 不是全部 大部份 是公佈出來的 其實就是給我講 喂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的東西 你的王牌軍 火箭軍我摸了底了 那就是說呢 你如果有一天 有朝一天你開張 我那些美國的導彈 早就已經瞄準了你 六十幾個火箭軍的基地 甚至可能同時摧毀你所有六十五個基地 希望有一個阻嚇的作用 希望有阻嚇的作用 因為我個人覺得 美國都是不想打仗的 美國根本就不是一個 他們宣傳說的 要到處稱霸 如果美國 好像以前的英國 去到處搞殖民地 它早就搞了很多殖民地 美國的國力、軍力 已經比任何國家都強很多倍 它需要佔領別人的領導 它早就已經做了很多 但是它沒有這樣做 美國 我個人覺得 它真是很重視的是 沒有人能夠侵略美國本土 但是它那個防範 不是會等到你侵略我們本土 才會動手的 不是的 它是釘著全世界 可能對美國非常不利的那些政權 還有會先發制人的 它是這樣的 一直都是這樣的 是的 那就是 這個習近平面臨的最大政治危機 他發現 親自提拔起來的 都是兩面人 剛剛說過的 而且要整肅的範圍 不斷地擴大 從火箭軍 擴展到空軍 戰力支援部隊 甚至是軍工體系 都是使得這個習近平極度的恐慌 是的 吳先生 對 是這樣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習近平以為 對他來說有人跟他打氣 是什麼打氣呢 俄羅斯 俄羅斯的普京 有些人叫做什麼 普團取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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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兩個人其實都覺得很冷 大家抱著對方 儘量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覺得很冷 撐不住 你們兩個普團取亂 是暫時的 最後兩個都一樣冷死的了 習近平可能在中共內部 好像很威風 2023年3月份 他在俄羅斯訪問之後回來 我跟普談得很好 我們絕對是無上限的合作 你想想 我們單獨一個對付美國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有勝券 但是和俄羅斯一起 大家要知道 俄羅斯是核武器第一大國 我們是經濟第二大國 兩個合得上來 肯定可以搞定美國 他就是這樣想 還有一些小竹子 伊朗 北朝鮮 其實都是抱團取亂 四個國家都是 心知肚明 每一個這些國家 所謂 the axis of evil 邪惡的俗心 四個國家都心知肚明 單獨對美國打 是打不贏的 他們以為 你知道那些爛仔 那些黑社會 以為人多 小中就可以搞定 什麼都可以搞定 但是 其實人都不夠多 小都不夠中 你把俄羅斯的經濟 是等於廣東省一個省的經濟 或者是南韓一個國家的經濟 這麼大的國家 你打仗 不只是靠有核武器 核武器是最後才能用的 是逼不移的 你是自殺性的武器來的 你普京再神經 都不會第一件事 就是動用核武器 所以一般來說 當然是先打上規戰 就像烏格蘭 打了差不多兩年 都是打上規戰 不論你打什麼戰 都是要花錢的 那你如果俄羅斯的經濟 是等於廣東省的省的經濟 或者南韓的 小股的經濟 你怎樣可以搞定美國 搞不定的 所以他去找阿習 阿習覺得自己 這幾年 自從加入了世貿之後 我們發了大財 發了萬財 我們可以搞定 他跟普京說 你有核武器 我有錢 大家合作 大家知道 中共的核武器 沒有俄羅斯這麼多 俄羅斯應該有三千個核彈頭 跟美國差不多 而中共呢 自稱只有三百個 但是呢 外界估計 它有五百個核彈頭 五百和三千都是很大的差距 但是呢 其他方面 是中共比俄羅斯強的 經濟比俄羅斯強的 經濟比俄羅斯強的 打仗要錢 很多錢 發很多錢 還有呢 在一些技術方面 比如說 通訊技術 中共的量子計算 是比俄羅斯領先的 還有這個 中共的太空軍 這個火箭軍 本來也是比俄羅斯的 都差不多要領先的 但是現在不行了 現在出了事了 所以 還有 有些東西 這個 這個 飛機 空軍 這個俄羅斯技術 比俄羅斯高 中共軍 是沒有辦法獨立 生產這個 非常現代化的 那些遷擊機 那些不是那麼容易的 基本上就是 美國 俄羅斯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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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北約 是可以自己獨立 製造這些非常先進的 簽機機 所以 他們就以為 兩個黑幫聯手 就可以搞定這個世界 或者再加上 俄羅斯 再加上 北朝鮮 和伊朗 那大家知道 伊朗 也不是很弱的國家 伊朗 因為它有石油 但它是被禁運 所以它的經濟型 是有些問題的 但是 伊朗 是有很多 比較有水平的科學家 那些科學家 有些是 不明白真相 去幫伊朗的政權 等於中國大陸 有很多科學家 在幫助共產政權 去搞很多武器 所以伊朗 不是完全弱了 伊朗 他們的 介入水平 是相當高的 還有北朝鮮 朝鮮的特點是什麼 是瘋狂 什麼都敢做 什麼都敢做 所以 都是一種盟友 就是 它是一種很惡的狗 叫得很響 很喜歡咬人 有時候 中共就會利用前線 作為一條惡狗 但是總體來說 你打不過這個民主陣營 打不過民主陣營 是啊 他們幾個窮國家 聯繫起來 好像土匪一樣 怎麼打得過別人的文明國家呢 還有呢 剛才吳先生說 如果是俄羅斯 它是打這個核武器 是等於自殺式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個很簡單 因為這個世界有幾個 核武器大國 美國 俄羅斯 中國 還有法國 都有核武器 核武器那個殺傷力是不得了的 譬如說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你俄羅斯 九急跳牆 真是動用核武器 譬如說 舉個例子 這個俄烏戰爭 發展到一個某一個階段 西方國家 北約國家 美國和歐洲國家 會派兵去支持 烏克蘭和俄羅斯打 甚至呢 是將俄羅斯 咄咄逼人地 將他們推出去 這個烏克蘭 所以當俄羅斯面臨 可能被打敗的時候 普京肯定不接受得了 最後九急跳牆 唯一的辦法就是 禁制 禁制發核武器 俄羅斯 我估計 開始的時候 可能只是用那些 所謂 戰術性核武器 所謂戰術性核武器 就是 超小型核武器 不是那些 所謂戰略性核武器 就是一個核武器 飛到倫敦 就可以把整個倫敦摧毀 現在那些呢 可能只是一放去 就將 比如說 倫敦附近有一個軍事基地 一個火箭打進去 命中這個火箭基地 整個基地被摧毀 這些是小型的核武器 但是 你開始的時候 是不用那些 戰略上 戰略核武器 就是大的核武器 但是 對方會反擊你 你用小型核武器 對方又用小型核武器 你結果又打不贏的時候 就會一路升級 最後就會升到所謂 戰略核武器 那戰略就很多人怕了 譬如說 西方國家反擊你 放一支戰略核武器 打中你莫斯科 你整個莫斯科會被摧毀的 那你又會反擊 你又會反擊西方各國的首都 最後死人無數 整個地球變成廢墟 這就叫做自殺性武器 你如果開始動用 因為你不是唯一有核武器的國家 你唯一有核武器的國家 你可以 舉止 核武器 嚇人 人人人就不敢動手 不是啊 人人都有 所以你一用 對方又會用 那核武器 除了一炸的時候 摧毀力很大之外 還有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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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擴散 核輻射 會蔓延 你炸 你炸了這個 這個 倫敦 不單是倫敦被摧毀 很長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幾天而已 周邊幾百公里以外的地區都被核輻射毒害了 人人反擊你 就炸了你 莫斯科一樣 是這樣的 所以 核武器是自殺性武器 就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 但是很遺憾 很遺憾 好像這些 被共產黨洗腦出來的人 他們是 經常想著 唯一最重要的就是 要鬥贏對方 鬥贏對方 就是權力 他是迷戀於權力的 為了手上的權力 他什麼都做得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 其實世界 就是世界最危險的 就是這種人 迷戀武力 為了手上的武力 不擇手段 最後一個手段 就是核武器 人類會遭受一個 如果不是全部被毀滅 最起碼人類會 是 極大部分被毀滅 是 非常之可怕的 因為這個案件 就是這個 就是中共 它是炒了很多 這個高層 因為這個案件 涉及到的人 是太多的 涉及的面 就是太廣了 還沒有塵埃落定 但是現在 就是官方處理的前期 最後一定是會有 相當一部分人 被交付給軍法法庭的 那他是要用什麼的罪名 去審判呢? 現在肯定是 被這個習近平 和他的幾個親信 都感到很為難 因為究竟是用什麼罪名去審他們呢? 畢竟是一個土匪 他什麼罪名都有的 他要用什麼理由去審他們? 就是我個人覺得呢 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呢 就是 他會判罪 以及公佈他的罪名 公佈罪名的時候呢 我這樣呢 這次呢 就不等於那些文官 就是說 由於探戶啊 拿了證據啊 家裏面 找了幾多千萬美金啊 那些 那些 就是 那些 那些不是很有說服力的 的 如果他 公佈原因的話呢 我想他會用叛國罪 叛國罪 這樣他才可以重判他們 有一部分可能被判死刑 有一部分可能是無期徒刑的嘛 另一種可能是什麼呢 根本就不公佈 為什麼呢 因為 軍事法庭呢 是不需要公開的 這個是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軍事法庭 你判你的軍隊裡面有人叛亂 一般上 所有國家 對我所知 法律上沒有規定 軍事法庭 如果他用軍事法庭呢 是完全可以閉門審判的 什麼都不需要告訴你 只是準備告訴你 說 某某某 上將 前上將 李玉超 在軍事法庭被判 無期徒刑 因為嚴重違反軍法國法 搞定 他說因為軍事的事情 這是秘密 不需要說的 這個是 很多國家都是這樣的 軍事法庭 不需要公開的 按道理呢 如果是那些民事的法庭 刑事法庭 民間呢 是要容許所有人來旁聽的 當然了 共產黨有時候 他不喜歡別人去聽 他就連這些民事法庭都不讓你去做旁定 因為共產黨是為所欲為 無法無天 就是我想了這樣 是 看看吳先生還有沒有要補充呢 都沒有什麼的了 就是你共產黨 如果他剛才說過 如果他公佈罪名 可能是叛國罪 叛國罪呢 按照軍法是可以槍斃的 所以很多人害怕 共產黨是 是喜歡隔絡物論的 尤其是影響到的權力 我覺得我們大家聽眾 觀眾 我也都提醒大家 對共產黨不要太多有幻想 還有我們自己要做好人 堅定不義 共產黨做壞人 我們不要跟他們學 我們堅定不義做好人 在新的一年繼續做好人 但是我們做好人的時候 要有智慧 有智慧 用智慧 就是為了你個人的人生安全 你要盡量想辦法 去得到真相 因為這個世界尤其是中共 是天天說謊 天天騙人 所以我們要懂得 怎樣去找到真相 什麼是真的 不要聽共產黨 共產黨說十句話 十句話都可能是假的 所以這個是我希望大家 在新的一年 沒有人被共產黨騙到的 你們的前途也會更加光明 всё 來吧